好 我們現場其實表演 那個活動已經陸續開始了 那我們先透過這個畫面 來帶大家看一下 現場現在表演的是TBC舞團 其實TBC舞團滿厲害的 它是由兒童舞者 還有高職舞者 職業舞者 還有50歲以上的熟齡舞者 所組成的街舞團體 所以它是一個所謂的 世代融合的街舞表演 因為講到街舞 當然台灣非常非常流行 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比賽 包括現在年輕人喜歡的 饒舌文化跟街舞文化 都結合在一起 那特別是因為 今年不是公奧運嗎 對 下一個奧運 TBC舞就是街舞裡面的一種 也要準備來做一個演出 2024年的TBC舞 馬上要納入 巴黎奧運的項目當中 所以今年的這段表演 大家也覺得說 是不是一個期待 我看看台灣在2024年的這個 有沒有機會 聽說我們的TBC舞還滿不錯的 今天是有150位舞者 剛才講到 就最小的是6歲 然後年紀最大的可能到60歲 那各種不同的表演 這樣世代的融合 當然我們看到現場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表演 好 其實這個表演真的是蠻精彩的 你看小朋友的動作也很俐落 我覺得很酷 我們都有女兒嘛 對不對 我看到小朋友在那邊跳舞 就覺得 搞不好讓小朋友去學一下跳舞 還滿不錯的 對 而且你知道 小朋友其實他的那個韻律節奏 比大人來得好 而且他手腳比較協調 對 我剛一直在看網友留言 有人說他們有想看現場表演的 也有人說 這個組合不錯 話很多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這我們話很多啊 那喜歡聽我們講話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再看到另外一個現場 這個也有一個人來講講話 要來升旗 他是這次在國民黨主席選戰 哇 大家會覺得眼睛一亮一炮而紅 黑嘛 詹亞中 詹亞中 那其實詹亞中一大早是到了 這個國父紀念館舉辦了升旗典禮 但是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國民黨舉辦的升旗典禮活動 他沒有受邀 對 剛剛我看到朱立倫主席 旁邊站著馬英九前總統 那包括了還有蔣萬安 立委等等 張亞中沒有受邀啊 對 這可能會被大家做一些文章了 對不對 那我們來聽聽看 張亞中今天在國父紀念館升旗典禮 他有沒有發表一些談話 我們聽聽看 他 當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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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 我們心裡面既要追思這些革命的先烈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要展望於未來 今天我們看到兩岸的情勢越來越嚴峻 我們看到我們的蔡英文總統竟然在外國的旗刊上 署名叫做海灣的總統 怕連中華民國這個四個字都不願意講 各位這是為什麼會造成的 這就是因為我們平常的姑息 我們自己不夠爭氣